欢迎来到庶民大作家 马锡二会至今将近一个星期 马英九首度发文来谈的最强马锡二会 马英九除了感谢习近平和大陆的接待之外 他也喊话说 其实一个多月之后呢 要就职总统的赖清德 他诚挚地建议他能够遵循中华民国的宪法 依据宪法的一中架构 来确认两岸不是两国 并且保证不走台独 让两岸回到九二共识对等尊严的展开交流 马英九认为习近平强调两岸虽然制度不同 但是只要有共同的民族认同 就能够坐下来化解矛盾累积互信 而马办的执行长肖续成也提到 这一次习近平呢 是和台湾的学生首度互动 也是中共史上第一次有最高领导人 和台湾的学生面对面谈话 这也显示习近平希望两岸问题能够和平的解决 所以马英九就说了 其实习近平是已经递出了橄榄枝 他期盼赖清德能够以名为念 务实地来回应 是不是赖清德应该要赶紧来回应一下大陆的善意呢 立文你怎么看 我觉得赖清德他应该要重新的扩充他的智库 尤其是对于两岸关系的解读 对于对岸的很多的解读 判读 对于国际形势的一个理解 那台湾尤其是在他的任内未来这四年 不能够只是傻傻的认为说 凡是走蔡英文原本一模一样的路线 就是最好的选择 时代会变的 就好像我们刚刚在讲到伊朗跟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战争 万一如果真的打下去的话 刚刚费委员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已经告诉你了 最直接的冲击就是全球的通货膨胀 而且美国今年要总统大选 他没有办法承受得起当石油大涨 全世界通货膨胀 美国的经济 他对他的选举会是致命性的打击的 所以这个东西的影响 其实是非常直接而且非常快的 所以呢 拜清德他如果没有办法跳出他的同温层 跳出他既有的框架 重新去思考这个世界 以及台湾在这个世界的角色 那么未来他的四年 不会有人对他有所期待 他也会因为这样 导致他执政最大的一个败笔 也是他最大的一个紧箍咒 无法挣脱 我们来看习近平 事实上在他见了马英九的那一个下午 跟那个晚上之前 即便大家有期待 即便大家知道会马席会 但是我看到了 99%的人 不管他是来自哪里 或者他是什么样的色彩 都不敢有太过高的期待 这就是为什么建完了以后 所有的人对于习近平释出的善意 这么远大 都非常的惊讶 那习近平他难道没有压力吗 他难道没有政治压力吗 伊朗都有政治压力 必须演出这种声光大秀 说我们有复仇成功了 以色列也有这种高度的压力 难道习近平没有政治压力吗 他在释出这样一个重大善意的过程 虽然我刚刚说了 他有很宏观的战略观 但是在中国大陆内部 这么多的鹰派 这么多激进的网民 躁动的网民 恨不得下一秒就要来武统台湾的网民 难道他们不会质疑习近平吗 他不会给习近平庞大的政治压力吗 那习近平是什么样的眼界 什么样的见识 什么样的担当 让他决定在这样的时刻 对马云九释出比所有的人期待 都更大的善意 我要反过来问赖清德 那习近平可以做到 你可以做到吗 你可以跳脱我刚刚说的 那种小家子气的政治计算 那种井底之蛙的眼界 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 比较多一点的关怀 不要害人民两岸卷入 万劫不复的战争深渊 在这个时刻做出一点点的努力 踏出历史关键的脚步 你能不能学一点习近平的 我刚刚说的魄力担当眼界 跟这样子的决心 释出我们的善意 那你有没有智慧呢 你有没有格局呢 你敢不敢做一个政治家 应该有的担当 还是你只敢躲在不到40% 基本教育派对你的这种 死忠的支持里头 不敢从龟壳跑出来呢 这就决定你未来四年执政的格局 你只要愿意在这个时刻 这就是一念之间而已嘛 转换思维 海阔天空 台湾的位置会更加重要 因为当两岸共同的去谱取 这个和平的主旋律的时候 我说了 不是只有两岸 跟我们的后代子孙受益而已 是全世界人类 都会因为我们坚定和平的价值 坚定不管什么样的心结 都可以化解 不管什么样的问题 都可以商量 不要轻易的诉诸军事武力 这就是重大的讯息 两岸如果可以做得到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能做到 所以请赖清德 能够站在一个领导人的高度 思考这件事情 其实这一次的马歇二会的背后 确实可以看出 大陆对台湾的善意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不是闲闲没事做 他最近元首外交工作 是非常的吃重 会见美国商界 学界建议 荷兰的首相 印尼总统当选等等 非常多人 但他还是很坚定的认为 他必须要来传达对台湾的讯息 而社论就分析说 其实习近平是透过了元首外交 来传递一个清楚的讯号 中国愿意扮演和平提倡者 还有拥护者 马歇二会固然不能视为 是一个外交活动 但是传递和平解决分歧的讯号 也有重大的国际宣誉意义 北京希望能够借此证明 不应赖清德当选就失去和平统一的耐心 而习近平在送网迎来当中 不断的释放的就是中国坚持市场开放 以及区域和平的讯息 台湾应该要读懂 也应该要能够接住 所以民进党政府是不是应该要读懂 是不是应该要接住呢 费文怎么看 我们看马歇一总统 在去大陆之前 两岸的氛围是什么 两岸的氛围是非常不好 第一个金门的 金门翻船的事情 我们内容我们就不去讨论 两方面对立的很厉害 在我们原来在选前 说要开放我们到大陆去 去祖团可以去观光 突然停了叫停了 两岸的氛围就是 反正就是我们陆委会 好像就变成一个专门 专门是要去 让两岸关系变成不好的一个单位 马英有去了大陆以后 至少他觉得 这个习近平可以坐下来谈的 习近平是他希望说 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上 大家是可以往来的 你看当他讲了这个话以后 我们的观光股 我们的航空业的股 暴涨两天的 这个是代表人民的一个期盼 人民的一个希望走的方向 台湾是我是觉得现在不需要 随着美国而起舞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争霸 他是有从1991年 这个铁幕 所谓的铁幕冷战结束以后 美国走了30多年 他发现他错了 所以你看美国这些年来 他是什么 他想要把全球化 这个要把它改变 因为他国内的经济是不正的 工业是不正的 他的贫富悬殊是落差很大的 那他当然要找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就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不管在军事上 进步的很快 在经济上 现在世界上GDP排名第二 美国大概去年是23 4兆 中国大陆是10 7 8兆 遥遥的领先了其他三四五名的国家 所以美国要找一个对象 找一个对象的时候 台湾合不合适当美国的马前主 当马前主最后的结果 是随时可以弃的 随时可以弃的 当然他用你的时候 给你点甜头给你点的好处 当然你很高 很欢迎 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会被弃的 所以我是觉得利用这个机会 两岸可以是不是 就是试图的民间先来一个往来一下 大家减缓一下彼此的敌意 我讲了彼此的敌意 我也不帮谁讲话 但是用这样的态度 两岸你看看 你看我刚才讲 我们上一节讲到各个地方在打仗 打仗的结果 老百姓没有一个是会得到好处的 所以从台湾人民的角度来看 两岸的往来 先从民间开始 我是觉得对台湾是有帮助的 事实上其实美国国务院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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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